清明節 很多海外華人 無法回到家鄉掃墓 慈濟加拿大分會 二十四年前 剛成立的時候 每年都會舉辦 清明追思會 邀請大家禮拜法華金序 感念親恩 緬懷祖恩慈濟加拿大 宿禮聯絡點 舉辦清明祭祖感恩追思會 為了讓僑居異鄉的 華裔民眾在清明時節 也能聊表笑思 慈濟加拿大分會 從成立以來 每年都透過追思會的形式 讓當地華人能慎重追遠 今年特地選在宿禮的新家 廣邀民眾追遠清恩 4月5號是清明節 他在我們那邊歸零 習俗是要去祭父母 但是我沒有機會去 因為是在這裡 但是我 你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平台 那我把我心裡想說的話 來祭我的父母 祭我的祖先 移民來這邊 那不能每年都回去 因為我爸爸也是很早就過世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就可以一個祭祖的那個 表達自己的心意 我覺得也蠻好 簡單的送經禮拜 取代大量的焚燒紙錢 除了讓這群華裔民眾 彌補了無法回歸故裡 掃墓的遺憾 也多了一份家人团聚的問心 大愛新聞 真善美之公 梁玉彥 陳文和加拿大報導 好